1月26日消息 上周三特斯拉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一名员工在港工作时猝死 据悉 1月19日凌晨 一名特斯拉员工在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特斯拉工厂工作时死亡 加州政府目前已经确定 这名员工死亡并不是因为与工作有关的事故 死者是工厂动力总成系统生产车间的一名员工 事件发生后 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开始调查这起死亡事件 此前 名为丹尼斯杜兰工人曾在去年发视频说 弗里蒙特是个现代工业血汗工厂 同时 这也不是该工厂第一次出现死亡时间 去年12月份 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发生 过一起谋杀案 两名特斯拉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争吵 当天晚些时候 29岁的安东尼索利马 在停车场枪杀了42岁的里布拉西尔 索利马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特的工厂发生